第二章 天尊传承 赵玄离开江北第一医院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二点 走在寂静的道路上 赵玄的眉头微微皱起 地球的修炼环境太恶劣了 他几乎在天地中感觉不到灵气 以这种情况 他想要踏足练起初期那期入体 至少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还按照这种修炼速度下去 终其一生他也只能修炼到炼气巅峰 我体内怎么会有这么一大功能量 赵玄猛然瞪大了双眼 几分钟后 赵玄一脸惊骇地瞪大了眼睛 此时他知道自己为什么遭受背叛了 在那个大乘天尊的遗迹之中 竟是有着一位大乘天尊的所有修为 他已经得到了那位大乘天尊的传承 继承了那位天尊所有的力量 他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将体内的力量全部吸收 就能踏足那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大乘之间 而且他还继承了那位天尊的神通法则 所谓神通法则 乃是大乘天尊杜绝之时 感悟法则之力凝炼的神通 数百位大乘才有一位可能凝聚神通法则 而他继承的神通名为破灭法目 号称可以看破一切虚妄 直指本源 之前赵玄能看透苏兰的衣服 就是破灭法目在作怪 心头再度浮现出苏兰那洁白如玉的躯体 赵玄的心头不经一阵火热 莫名地感觉这个神通有点流氓 哼 无欲 等我破镜大乘 必去尔顿狗命 冷冷一笑 赵玄开始吸收体内大乘天尊的力量 等赵玄从医院走到最悦酒吧时 赵玄的身体猛然一颤 一股肉眼可见的黑气 从赵玄体内被排出 一道亮光在赵玄双眼中 一闪而过 似乎比天上的明月都要耀眼 这时 赵玄手臂快速舞动 一直从赵玄面前飞过的蚊子被赵玄夹在两指之间 若此时有人仔细看的话 一定会惊骇地发现 赵玄两指夹住的 只是那只蚊子的一只细小的腿而已 练起初期 那起入体 已经是这具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了 接下来 就要加强身体强度 才能继续吸收 虽是练起初期 但却足以在江北纵横了 醉月酒吧 苏兰坐在一个角落 一杯又一杯地往肚子里灌酒 那个混蛋 为什么就不能从我的世界中消失 本就烦闷的苏兰 又想起苦闷的源头照旋 顿时喝酒喝得更凶 诸位 早有不少不怀好意的目光盯上了苏兰 酒吧里不缺美女 可像苏兰这样的角色美女可从没有过 此时不少人已经打上了苏兰的主意 喂 喝闷酒 可解决不了心中的苦闷 不如说出来 让我帮你开导下 伴随着一道温和的声音 苏兰手中的酒杯被一把夺走 苏兰发现 那个让她恨得咬牙切齿的身影 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她的对面 此时正拿着她刚用过的酒杯一口门了下去 混蛋 你跟着我干嘛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羽衣 你早就进监狱了 你不要对我痴心妄想了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和你发生纠葛 你给我滚 苏兰对着赵玄怒吼 她苏兰拿点不如那个心机表马明月 赵玄竟然把她当马明月的备胎 在她身上找成就感 赵玄又算什么东西 你月经不规律 这个月提前到明天了 所以脾气有些暴躁 这样你更不能喝酒了 要不要我帮你调理一下 现在先跟我一起回家吧 后着脸皮一笑 赵玄直接就抓住了苏兰那柔弱无骨的小手 要把苏兰拉走 滚 谁要你滚 苏兰狠狠地挣扎开 看向赵玄的双眼中 闪烁着怒火 赵玄的所作所为 更加让苏兰认定了赵玄就是拿她当备胎 不然平常看她极其不顺眼的赵玄 怎么会突然对她嫌殷亲 不过话又说回来 赵玄怎么知道她月经不规律 难道是赵玄调查她了